再來這一組呢 這個比較辛苦一點 對 要跟他搭的人 我以為是張克帆 沒想到竟然是我們童恩 沒錯 童恩 辛苦了 童恩 因為這一團是比較屬於這個 綜藝團 綜藝團的 應該比較適合張克帆才對啊 可是怎麼會跟童恩 我們來訪問一下好了 好 歡迎三十六段回旋梯 三十六段回旋梯 由五輪主帥的 團長結婦吉他楊健康 舞咒吉他 詩孝天 主唱萬宜君 背首林詠佳 舞手黃孝晟 歡迎三十六段回旋梯 怎麼會找到童恩呢 因為我們都喜歡童恩啊 是 歡迎童恩 童恩 熟悉各種不同曲風的他 曾入圍第十七屆金曲獎 最佳新人獎 那個童恩有看過他們的表演嗎 有 之前有看過他們的表演 有 那覺得怎麼樣 就還滿搞笑的 然後就是很活潑的一個團這樣 女主唱啊 就是那個爆牙妹 阿萬 是 對 我跟他說 其實他的聲音也滿好聽 可以好好的唱歌 你認為呢 我覺得他的中低音還滿好聽的 很好聽對不對 對啊 可以好好磨練一下 這樣很有詞性的 謝謝 那你之前聽過童恩的很多作品嗎 多很多 原住民的朋友 今天你就要證明我們平地人的聲音 比原住民還不好對不對 對 還差 不能這樣說啦 因為是跟藝人一起合唱積分賽 他們就等於是雙組唱 那我比較想要問的是 童恩知道跟就是我們的綜藝團 36段迴旋梯 一起要合作的時候 心情是什麼樣子的 就其實我也不是會搞笑的人 然後我也不是很會講話 然後就沒想到要跟他們一起演 一起表演的時候就有點壓力 就覺得怕自己會拖累他們 然後就是怕自己不夠好笑 那他們有幫你設計一些 等一下會意想不到的 有 一些表演 有 這樣就比較撩下去了 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他們 安排這一首歌叫做 你們今天帶來的歌曲是 愛你愛到死 來 掌聲鼓勵 歡迎童恩以及36段迴旋梯 愛你愛到死 在初次練唱的過程當中 兩人對唱時 還有些許的陌生 各唱各等 不過在多次的練習後 兩人對於編曲的編排方式 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要 我覺得一人一聚就 一人一聚 我因為是 總兩彈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要有 比賽的感覺 對 就是標玩它 兩個要有感覺 反正我們在彈力下來 我們要主向跟對方 兩個要有感覺 在經過多次討論後 他們有了共識 一起做最後的練習